来69集的小新歌龙公啊 然后啊 自己喜欢鉴定凌事 为什么叫做严谨凌事之父呢 应该是有过什么类似作品 已经鉴定过的极品里有啥 583 560 衣服简易 戒指伤害家乌宝 拉西拉西 精心健康 拉西拉西 拉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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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宝阁有东西吗 看到仓 看到这个东西摆的比较心酸 但是突然有一个价格异常的装备出现了 150几刀卖15万 肯定是有篮子的 没有篮子的话 不可能啊 哦 极限 极限 极限的话15万有点贵啊 因为呃 再极限的话也不会超过1040 1040最好的体耐 这把武器伤害差10点 双加能农炼 这把武器大概是1027 724除以3 加上一个617 处性是500 55858.33 加125 属性是983.33 同样是施德领和大唐能用的武器 大唐卖的会更高 所以让大唐0.67算 26加36 熔炼的话能熔炼到6点 65乘一个0.67 加上一个980 3.33 这把武器的话1026 距离最终极限 1040有差距 这把武器 确实是一个10万级别的了 跟我那天出的简易 武器差不多 这把刀可以 这把刀老板10万级别是没有问题的 把武器的话 伤害还能爆10点 就是一个极限 命中已经极限了 这把刀 OGBK 施多岭 大唐官府 天机城 打了宝石才是10万吧 我觉得不打宝石就是10万 而且1到15灯 马道也不是很贵 刀换成无级别卖多少 这把刀要是无级别的话 现在不是1026吗 这15段宝石 打19段宝石不过分 19段的话 4832 然后32.33 加上一个33 差不多 武器的话1059 这把武器是无级别的话 就这么理解 打完19段宝石以后 除了打69 829 109 129 159的PK以外 还能打打负战 1059立敏的话 已经是负战级别了 他ため 只不过 也许 fruits 复杂 打托 达